首先呢 從第一組來賓出現了 李車下來的嘉賓就是以 戴意無恙 阿波羅男孩入圍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配角獎的陳瑜 在劇中飾演的Debbie 眉宇間透露出對父母的不諒解 從小被迫養成堅強又獨立的個性 深入了解媽媽的苦心後呢 內心的情感也開始微妙起了變化 帥真 質樸的表現 牽引人心 詮釋角色恰如其分 令人難忘 陳瑜至今共三度入圍金鐘獎 今晚能否順利摘金 讓我們拭目以待 是的 在我身旁那是我的老朋友陳瑜 陳瑜 你上一次得獎是六年前 那個時候是戲劇節目新進演員獎嘛 哇 這一次再入圍 心情如何 這一次放鬆很多耶 就我覺得我這一次真的有好好的把 大家看進去 我記得我上一次就是 都不把大家發在眼裡是不是 就是 世界就是 就是上一次我有一種覺得 哇 這全部都是關起來的 然後很緊張 很緊張 完全了解就是會緊張啊 然後其實說實在關起來這件事情 因為你在戲裡啊 就是演一個 自逼這個患者的妹妹嘛 然後因為媽媽的關係 所以你必須變成照顧者 那你是怎麼樣去揣摩那一種 要一開始可能對她滿疏離 然後慢慢的就是打破她的世界 然後慢慢去了解她 進入角色是怎麼樣的關鍵啊 我覺得因為 跟我對戲的演員都非常棒 吳建合跟媽媽瑞君姐 就是妳一起入圍 是不是有話想跟她說嗎 就是真的覺得 因為對到很很棒的演員 所以我覺得在入戲這件事情 就變得很順其自然 就其實在過程中不像是在演戲 而像是融入了那整個角色的家庭 是 而且拍攝期也非常短 就真的是第一次有這種 哇 一下子就 好像甚至沒有思考怎麼 使用什麼技能 怎麼進入什麼的 很本能的去演出 對 很順其自然 這次滿有 魔幻的時刻的 滿有fue的是不是 對 對 對 Debbie真的演得很棒 陳瑜加油 祝福你順利在京啊 來 裡面請囉 加油 阮印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